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iPad的另外的一个苹果的OS系统被他们认可的一个模式 但是现在已经开发成熟的就是iPad可以直接使用CCMode 而且在苹果电脑上我们可以使用CCMode 但是Windows和Linux还有待开发 相关的技术问题你可以在RME的论坛上找到 UFX开发的CCMode非常强大 因为UFX的独立工作能力最强 它是世界上独立工作能力是最强的一块生卡 它可以在生卡上进行生卡的所有的设置 不连接电脑可以单独工作 例如做一些预设 打开四四八幅坏性供电 及现场的混音处理都可以工作 而且对我刚刚说就是说它前面板有一个USB接口 可以我们在iPad上干的所有的活通过USB接口录出来 然后我们放到其他的电脑上在工作上再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这是都是可以实现的 iPad CCMode 为什么现在RME非常关注它呢 因为iPad的确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 因为iPad它不外接网卡 外接显卡类似的外接设备 它没有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超稳定的系统 然后Apple Store呢 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超级市场吧 然后我们可以花钱或免费的得到很多录音软件 DZ软件啊 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工作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家和软件的技术人员 技术厂商呢 开始推出强大的录音软件 以后我们会看到可以类似于Protools啊 New Underworld这些QBase QBase已经有了iPad 太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在iPad上看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是RME今年新推出的 去年呢我们可以通过Touch OSC呢 间接地控制我们的升卡上 对对属于遥控 是间接地控制 但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iPad版的Total Mix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吧 它可以 电脑上的 对 几乎一样了就 因为iPad还是一个小玩意嘛 它有这个Total Mix 可是它非常容易的就可以进行跳线呢 打开48V幻象供电呢 或者是通道的设置 你看48V幻象供电开启 关闭 我有一个智能功能 我先打开它啊 这个可以放大 对对对对 看关掉了 打开了 然后AutoSite呀 非常方便 然后它的EQ啊 开启啊 低切啊 开启啊 动态 在线上控制UFX所有的 对对对对 然后它也先添加了一些智能功能啊 然后可以看到放大缩小 直接使用Input Playback Output 非常非常容易 RME的用户可以非常欣慰 特别是UCRX UFX Babyface的用户 都可以直接使用Total Mix 就现在这三个设备可以用iPad吧 对 非常非常兴奋 那是怎么连到设备上 直接使用USB线加相机套件 就可以连到iPad上 在这里相机套件它已经连到这里 在这块 然后这个是USB数据线 它加了一个Dock延长线 这个 那这样以来我USB怎么 就是连不到 就是连iPad用 不是说连的电脑用 对了 现在我是用的CCMode CCMode是 现在是我现在只是UFI CCMode 只给iPad工作的一个模式 因为当然我们要想连电脑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正常模式 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正常模式的它的Total Mix 是更加强大一些 使用起来更方便 然后呢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 RME的用户呢 非常欣慰的就是RME以后 和现在和将来都会不断的推出新的功能 你可以免费的指Update升级固件 就可以享受所有的新的技术 这个我其实我们要感谢RME的工程师 因为它在RME的设备里 嵌入了DSP和FPGA芯片 让一切所有的新功能成为可能 所以不用换设备 对 对 你只要买RME设备 你就等着RME的工程师 给你开发新的功能 因为它里边有智能芯片 只要升级固件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实现 谢谢大家